彩色的大門在防空洞的另一邊 孩子們在旋轉木馬上玩耍 這不是學校 是烏克蘭一所公營的孤兒院 這裡一半的孩子從戰火中逃離出來 急需庇護所熱食和愛 他們不知道戰略是我們在說的 但是他們知道有些事情是錯的 他們知道他們不是在那裡 很多孩子像我背後 都是從洛杉磯的地方 又曉得他們不是玩著積木 或安靜的看著手機影片 看起來正常的他們 其實幼小的心靈 已經有了戰爭的創傷 人手有限 但孤兒院的老師 常常把孩子抱在懷裡 試圖給予他們安全感和愛 我認為只要花時間 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鏡頭轉到波蘭邊境 俄屋戰爭至今不到兩週 難民人數已經超過200萬 堪稱是二戰以來增長最快的難民危機 而且一半是兒童 超過120萬的難民已經抵達波蘭 莫斯坦和他的太太為20個家庭提供庇護所 在波蘭 熱心的民眾把孩子聚在一起 教導他們波蘭語 化解孩子們緊張的情緒 屁娘 晚上看著孩子拍拍躺 躺在躺椅上睡著 戰爭下他們算是幸運的了 雖然離家很遠 雖然離父母的懷抱很遠 但起碼還有一個安身之處 TVB新聞 焦漢文 陳向如 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